越过巴基斯坦和伊朗边界 到巴基斯坦境内 巴基斯坦的比特斯坦省去打击这个郑州里头 但是这个听起来后果也很严重 因为我们知道以美国的这个强势力 也曾经也有人不断地像巴基斯坦曾经施加过压力 如果你要是打塔利班打击地如果没有能力的话 我们干脆直接美国打兵去 结果巴基斯坦都很难接受 那如果说伊朗派的军队进入到巴基斯坦境内去反恐的话 这个可能会是不是造成引发战争的冲突 它是使得这个地区的局势更加复杂化 我希望不要看到这种结果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 也就是说实际上在打击比特斯坦极端势力 包括曾周旅的这个势力的方面 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利益是一致的 就是从现在的情况看 尽管伊朗发出了威胁 发出了对巴基斯坦强烈要求它交出凶手 交出策划者 但是我个人认为两国 在私下还是要给予充分的沟通 双方达成一致共同应对这个力量 张将军您觉得以这个伊朗革命卫队的这个能力来讲的话 如果说在这个地区边境地区 打击这个小谷的珍珠驴 从能力上来讲的话 能做得到吗 因为山地作战恐怕对 没有问题 一点没有问题 伊朗这个革命卫队啊 它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我刚才讲过 它曾多次面对面的直接和美军较量过 就是说它的作战能力 就是前2006年抓那个英国的那个15个水兵 就是他们干的 但是有人就说到 巴基斯坦的部队打这个塔利班呀 在山区作战 恰恰是政府军的软肋 它现在是这样 就是说下一步呢 你刚才问的就是下一步呢 伊朗会采取哪些个坚决的措施 对 我想呢 刚才少先讲了 我再补充一点 我原本上很同意他讲的 下一步就借这个事 我正找不到船收拾你这帮小子 正好借机就清剿一次 你看现在整个的这个地区 美国和多个部队在阿富汗 侧重清剿基地阻处 其次是塔利班 巴基斯坦出动三万人 下一步要搞六万人 侧重于在这个南瓦基里斯坦 这个地方要清剿塔利班 那么现在这个 就在这个机会 珍珠里冒出来了 冒出来以后 搞了这么一个一个大案 搞出来之后呢 我想下一步伊朗会组织力量 首先第一步 在自己的境内 清剿珍珠里 伊朗这个国家 它相对来讲 是比较团结 比较这个这个这个稳定的 在此 然后越境到巴基斯坦 因为巴基斯坦和伊朗 都认为它是恐怖组织 但是越境可能也 可能性很大 但是我们也确实注意到了 以往呢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 这个边境地区呢 好像是一个恐怖主义的温床 现在呢 又把这个伊朗的这个东南部 整个这个比路支斯坦地区呢 都牵涉进来 所以这个地区呢 确实也应该引起 国际社会的关注 非常感谢两个嘉宾的分析和评论 也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